各式鐵路便當美味吸睛 第一屆鐵路便當節 日本三大鐵道業者 推出招牌便當 來與台鐵便當較勁 日本鐵道便當種類多元 這次來參展的 有日本西武鐵道嚴選便當 食材有鰻魚 可樂餅 煎蛋 以及黑豆 強調日本在地特色 精兵級型電鐵便當 則是主打鮪魚丼花壽司 JR東日本的新幹線便當 三角飯糰搭配蜂蜜蛋糕 造型小巧可愛 英戰日本鐵道便當 一向講究傳統台味的台鐵 推出菜飯吐司 以菜飯便當結合西式麵團 口味中西合併 獨特創意 台鐵給我的訊息 他不來 我說因為我跟台鐵 跟局長有協定 我們在這美食節 還沒有公布的時候 我們都還不公開怎麼的做 創意的菜飯吐司 連吳寶春都有興趣 還向台鐵詢問研發者電話 除了菜飯吐司 台鐵也打算搶攻早餐市場 推出幸福飯糰 混宿兩種口味 將搭配套餐 最快九月開始販售 結合了白糯米 豬肉 滷蛋 豆干 酸菜等等 同時也照顧到我們素食的朋友 台鐵便當每天售出兩萬三千份 年產值高達三億 如今推出創意菜飯吐司 與幸福飯團 將在鐵路便當節中提供市區 挑戰民眾接受度 借李英文 越方 台北報導